我们应该关心地上每一个生命 但是其实我们在关心的同时 弟兄姊妹我要提醒大家几点 第一个呢就是说 我们不是与世隔绝的 我们需要关心时事 但是一定要记得 不是所有的信息都是可信的 弟兄姊妹 一定要懂得分辨 不是所有的信息都是可以转发 可以去评论的 可以去点赞的 所有的媒体当中你会发现 包括舆论 大部分的都是掌握在世界的手下 我们左右不了这个舆论 也左右不了这个媒体 那谁在左右呢 世界啊 所以你看到每天被动看到的东西 很多都是世界造出来的 有些可能是公义的 有些可能是不公义 有些是准确的 有些可能是误导的 参与一个转发或者是一个评论 很有可能会被利用 你很有可能在评论一个事情 或者是转发一个事情 就参与了这一次的战争 就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水军 在网络上 就专门是在网络上打仗的 这个叫水军 你在里面参与 就等于你在跟他们一起 参与这一次的战争 我们尽量的 就是要避免说被利用了 第二个弟兄姊妹要记得说 你每一天被动刷朋友圈 的时候看到的东西 你自己要懂得在里面去思考 你要会独立思考 不要去用朋友圈来思考 有时候你看那个标题 很气愤 很干净转发 都没有点开里面看什么 第三个 弟兄姊妹 不要随便选边站 不要说我选择站在这个国家这边 我选择站在这个国家这边 因为你不知道这些的背后 到底是什么力量 第四个弟兄姊妹 所有的信息 你看到的 不管是朋友圈的 是新闻 媒体的 电视的 所有这些你看到的信息 只能当做参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眼看 节奏 对 回